就像一个和牛一样 和牛的眼肉 然后蘸汁吃 看起来是很新的 对 这就没有 哈喽大家好 金枪第一日本人 今天虽然没有老吴妈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一定一定要坚持地看下去 因为今天我要带大家 探一个北京巨巨巨火的 日料 最近长了不少粉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我在重述我拍视频的初衷之意 就是以我从小吃遍 日本美食的舌头 为大家探索并发现 北京正宗且好吃的日本料理 希望喜欢的朋友帮忙 多多点赞 多多转发 谢谢 今天我来到了 北京年轻和时尚的代表 三里屯的马路对面 通营中心里边的店名叫 宝屋日本料理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贴切 因为Omakase料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道菜 长的什么样 味道怎么样 就像隐藏在三里屯地区内的藏宝小盒一样 他们家吧台的位置不多 就这么一个区域 它这酒单还挺有意思的 日本的地区分的 自己选一个清酒杯 我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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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今天喝的是六食鱼粥 是一款大营酿 长期产的 干杯 不错 是属于腥口的我觉得 鲜甜后辣 白海道的白海棒 我来看看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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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适合这天 天冷 大家这上面是蟹腿 底下是蟹肉 然后里面有紫酥 像果冻一样的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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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酸甜甜 然后配上这个螃蟹的鲜味 真的是贼鱼吗 贼鱼吗 贼鱼吗 我把他先要一杯扎皮吧 可以 输入口 来一口啤酒 干杯 这杯子都特酱的 这杯子都是冻的 这杯子都特酱的 这杯子都是冻的 安康鱼的鱼干 上面有一点山葵 我觉得就是这个安康鱼干 每家都有 所以才能展示每家的水平 你知道 安康鱼干做得非常软甜口 上面的山葵酱能把整个味道带的比较清新一点 它这个裙带菜的作用是吗 咖喱的作用是吗 能出来它的价值吗 对 而且不是说买来的好东西直接给你弄的就上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料理 不是也在东京或者是北海道都吃过这种特别高端的壽司店吗 就说我感觉他们家这个整个的氛围 不光是这个装修 然后还有整个的氛围都很正常 这个鱼鱼是吧 黑松露的烟 一下就变成西式的 嗯 就这个味道 鱼的鲜味还是 对吗 这还挺挺惊艳的哈 有点像天佛拉专门店里边的那个 最后的压轴穴子那种感觉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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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 又甜又Q弹 真的是 盐反而比蘸酱有好 就像日本人吃西瓜蘸盐一样吧 更甜 咕咕咕咕咕咕咕 太Q弹了吧 这真的跟长相一模一样 真的很Q弹啊 好甜 然后这个是西瓜蘸盐大猪夹 然后这个是西瓜蘸盐大猪夹 除了牙穴 你看着就牙穴小 它为什么这么丝滑 咬了几下以后的 那个鱼的鲜的味道 会扩散开 咬了几下以后才会出来这个味道 尝一块他们的这个咖喱 是用姜的最嫩的部分做的 这也太嫩了吧 感觉没有吃那个咖喱的那种口感 正常不熟的话 它是一个脆弹的 鱼嘛 鱼嘛 春鱼 对 春鱼 夜鱼的房价 春天的春 然后这个节目给你讲药就可以了 你可以尝一下 这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烟熏的味道 这个 这是用小麦粉 有点烟熏小麦鱼的那个味道 好 不是大鱼 金枪鱼大肤 你看它这个纹路啊 像一个和牛一样 切得多厚 金枪鱼的大肚 金枪鱼大肚 金枪鱼的大肚鱼 切得多厚 切得多厚 金枪鱼的大肚鱼 我特意数了一下啊 咬了不到十下 真的好吃 木光鱼 我没听过 对 这个是非常小众 鱼皮 真好吃 鱼皮是炭烤的味道 然后怎么说呢 它里边那个肉是直接就碎了 我觉得放进嘴里之前呢 如果你给我盖上眼睛的话 我会觉得它是烤鸡肉 但是吃在嘴里还是鱼 有点意思 有水平 红叶拿开以后 里边是鲍鱼肉 我不知道 形容的贴切不贴切 刚入口那个酱汁 给我一个联想是 月菜 有一点中日结合的感觉 对 和牛的眼肉 然后蘸这个汁吃 这个汁有点像虹姿 但是又有一点海鲜的味道 和牛啊 和牛 妈 其实我放进嘴里之前 那个味道就已经让我知道 这个酱是一个好吃的东西 其实化是一个结果 对对对对 如果你要是只是要求那个化的话 对对对对 你自己在淘宝版的眼泥化 风干一夜自的鲟鱼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有意思的哈 是我本来期待的 比如说下一道是什么的时候 它突然中间给你插一点 在国内的就很少 嗯 这种插播的 嗯 它这个一夜干的鲟鱼的味道浓缩的太棒了吧 鱼汤里面啊 还放着清凝 特别清爽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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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了一罐寿司要给我 但是他看我早不捏的一半的寿司 直接给扔掉了 希望我尝到最新鲜的寿司 我觉得作为一个酱油的一个 酱人心 这个真的是很多地方 我都没有感受到的态度吧 鹅干寿司 还真滴汁啊 我们看看这鹅干寿司 滴汁的啊 这鹅干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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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一下就告诉我一下 然后再来这个 鸭巴 化了只是一个结果 到化之前的味道 特别棒 野生炭烤的脆皮 鰻鱼饭 第一次吃到这么脆皮的鰻鱼 皮跟炸的一样 我比较好奇它是怎么做到的 我给你们听一下啊 好多好多北京的日料 高端的日料 都是说浸的好的食材 我们认这个价格 但是没有创意 驴骨汤 哇 这太鲜了吧 什么东西 鲑鱼籽直接上 确实是一粒一粒很Q弹 蟹的高汤 包的蟹肉 冬季出品啊 太鲜了 海蟹的高的 哇 这真的好吃啊 是咱们后来让宝哥加的 是是是是 所以我不太知道应该怎么把这个COSE里边 说最后一道上的是驱动 我觉得在这个结果上肯定比大福要适合 太好吃了 甜品红蹄啊 今天两个人花了不到4000块钱 3800 在北京啊 让我感觉到真正有日本匠心精神的日料 宝屋算是一个 想了解北京更多好吃且正宗的日料 请关注吴马安达 我们下期见 拜拜